近期 肖战主演的多部新剧传来捷报 其中 梦中的那片海高挂央视下午档的收视榜第一 再次证明肖战作品的强大吸睛与话题性 此外 肖战在玉谷窑中出色表现不仅在国内反响热烈 海外影迷们也对这部剧情式动作片情有独钟 在多地电视台轮番重播下 这部剧继续掀起高潮 体现了肖战跨国跨界的影响力 可见 肖战作为实力派演员多年来致力于作品创作 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不同题材 让人眼前一亮 他曾饰演的角色已成经典 新剧的精彩表现也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肖战光明的演艺之路还将继续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向肖战发来贺电 不止一次看到肖战的捷报 新剧也好 舞台也罢 都有非常多好消息 这是肖战不懈努力的结果 如今的肖战依然延续着火热的发展状态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春节荡上映 紧随机后就要马不停蹄进主拍戏 新剧藏海船浮出水面 总之祝福肖战 也要恭喜肖战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未来可期 肖战接下来的演艺道路很长 坚定脚步 永不放弃 陪伴肖战勇往直前夺取更大的成功 肖战的作品百看不厌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